好 再关心今天早上美股收盘的最新表现 科技类股大跌美股全面重挫 道琼下跌344点成为23857点 那萨克指数下跌211点成为708点 而现在日经指数大跌463点 20854点 韩国首尾指数下跌29点 2422点 接下来关心天气 今天白天还是多云道琴的天气形态 西半部高温2829度 东半部2627度 只有东半部和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 而未来三天 西半部的风速持续偏弱 空气品质 目前中南部地区已经沦陷了 呈现橘色的提醒 而在高雄的桥头 前津台南地区达到红色警示 对所有族群不健康